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鸭 这个鸭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放了这个混沌在里边的 叫做菜肉混沌鸭 菜肉混沌鸭是另外一个字 那么就是把菜肉混沌 去放到鸭子里头去了 那么鸭呢 因为它要烧的时间很久 所以呢我已经给它烧好了 那么你不管是买半个半只 这个大一点的 或者是整只一个小一点的鸭 首先呢回来以后洗干净的 要在开水里烫过一次 这一点呢很重要 要把鸭的这个血水烫过 然后呢再放到锅子里头 再加开水加一点葱姜 用小火烧两个钟头 那么你也可以蒸 不过呢烧出来的汤比较多 而蒸的时候呢通常一般的家里 这个蒸笼不够大 那么用大的碗进去的话呢 汤装不太多 所以用这个煮的方法 等一下我给您看 现在锅子里头还在煮那个 板直鸭子 那么关于这个菜肉 肉混沌 菜肉混沌 我想这个大家吃过 那么外面市场里头 这个小的这个 买这个面店里头也都有菜肉混沌 那么这个菜肉混沌的菜大部分呢都是用青钢菜 把它烫过了以后剁碎了 那么也就是这个样子比率的很漂亮 那么肉呢要买甲心肉 甲心肉给它搅碎了 加一点葱姜 把这几样东西呢搅好 那么搅好了以后呢 给它调味 调味呢不外乎是放一点酱油啦 酒啦 盐啦 这样子 那么再放一点麻油 就是这样子呢 把它做成这个菜肉的馅 那么这个菜的多少啊 没有关系 有的人很爱吃菜 以菜为主 肉的量反而少了 那么通常呢就是一拌一拌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所要注意的 就是拌的时候 请尽量的 向一个方向 多拌一会儿 因为这个菜比较没有粘性 没有粘性 那么放到这个肉里头呢 多搅拌多搅拌 让它跟这个肉能够 混合得很均匀 而且呢也借重这个肉的这个粘性 而使这个菜呢 吃的时候呢 不会觉得散散的这种感觉 那么另外呢 这里头呢需要一点酒黄 这个酒黄呢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 要撒在这个汤面上的 这个酒黄呢 用个不太多 半寸的长度 有那么半碗也就够了 这个是切好了的这个酒黄 那么关于这个包馄饨 我想每个人都会 而且馄饨的这个形状 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那么有的人呢 肉少一点 肉少一点 皮多一点 像今天这个呢 就应该是这个皮多一点的 那么这个 皮多一点的呢 炸起来比较吃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感觉呢 比较脆 所以呢 这个馅不要放的太多 不要包的太大的大馄饨 那么现在这里呢 是三角形的包法啊 这种三角形的包法 如果是皮子很干了 你就要用一点 沾一点水来给它粘住 那么也有一种呢 就是说这个皮子多 长一点的 脂肪 这个馅在头上 这样子给它管两下 留很大的一角 那个皮 皮子 这样子对 而不是翻面折的 这种的 等一下呢 炸出来的时候 这个皮 也就是脆的地方呢 就会很多了 这个皮子太小了 通常这个馄饨 你要买这个中型的 不要买的太薄的 馄饨皮 那么这个馄饨皮 给它这个肉 这个包馄饨 早一点包好 早一点包好 那么要吃的时候 零食才来炸 这个不能够 给它炸好了 放着的了 好 那么油热了呢 就可以放下来炸 要把它炸熟 要把它炸熟 所以这个 油的温度不是很大 现在火锅已经 油已经关掉了 一定要把里面的肉炸熟 这个因为不再煮过了 那么这个菜肉馄饨鸭呢 它的这个吃法呢 比较特别 我也是最近 才在美国的一家餐厅里头 吃到这个鸭 在酒席里头 我觉得它很好 这里也有一些 我回锅 已经炸过的几个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鸭好了呢 就给这个汤里头呢 就要调味 调味很简单 只是放盐就好了 好 这个馄饨也好了 我们就把它关掉 把馄饨呢 拿起来 捞起来 捞起来以后 给它放在盘子里 跟这个鸭呢 一起上桌 跟鸭一起上桌 好 这里呢 鸭先起锅 鸭呢 已经两个钟头的话 就很烂了 小心一点 然后呢 把这个汤呢 就倒起来 然后呢 就跟这个酒黄 撒在上头 就一起可以端出来了 那么吃的时候呢 这个 要把馄饨 用往小碗里头装 而不要放在这个里面 好 这里是酒黄 撒进去 那么 每个人要吃的时候呢 就两个喝的是三个馄饨 然后呢 撕一块鸭肉 然后呢 就用这个大条梗 把这个汤 加进去 还保持这个脆度 非常的好吃 您不妨试试看 这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菜肉 馄饨鸭 我想您 一定可以 做得出来 因为很简单 主要是鸭本身 要烧得很烂 才好吃 谢谢您 我们明天再见